對呀 我也覺得這個衣服好好看 咱們下課是shopping吧 正好富人園 旁邊開了一家新的店 哇 這個說的好像是個大帥哥 他叫什麼名字呀 他叫 嗨 同學們 初次見面 來了來了 我是你們的新任老師 待會兒看看有多帥 噢 夢 What the fuck 嗯 你們怎麼突然移毛了 我覺得這面具很帥呀 小組總 我怎麼覺得 這學校孩子們不太喜歡我 嗯 哈哈 那個 對了 夢老師 我教你一套高情商聊天話說 這樣 你很快就能跟他們打好關係了 哦 真的嗎 那你快教教我 首先 第一點就是 察言觀色 察言觀色 我們要學會去適當誇獎別人 比如誇張對方的閃亮點 順著他們的話去說 一起來獲得他們的信任度 原來如此 我懂了 第二點就是 入鄉隨俗 入鄉隨俗 他們國家跟我們那邊的生活習慣 以及風俗都是不一樣的 因此 我們要主動出擊 問他們的意識助行 以免踩到他們的雷點 竟然還可以這樣 嘿嘿 最重要的 也就是第三點 我們要學會分享 分享 噩夢老師 人類最浪漫的事情 就是分享欲 沒有任何一個人會不喜歡跟別人 分享事情 分享快樂 分享食物 這可以迅速拉進你們之間的關係 謝了 小組總 真的太動了 我得在你老爸面前好好夸夸你 那個 噩夢老師 你幹嘛一直盯著我 啊 那個 插眼觀色 適當誇張別人 閃亮點 那個 小五同學 你的這身衣服 非常配你 真的嗎 嘿嘿嘿 謝謝你 噩夢老師 其實好多人都說我穿這身衣服很醜 要說什麼 像是辣椒一樣辣眼睛 啊 這個 要順著他們話說 哦 你說這個 那可不是嘛 辣椒可形容不了你 要說辣眼睛 那你得吃洋蔥才行啊 給我滾啊 噩夢老師 你的臉上怎麼那麼大一個巴掌印 有點誤會 不說這個了 小香同學 嗯 怎麼了 乳香衰素 一時助行 好 來吧 你身上好香呀 是有經常用香水嗎 你老娘滾啊 噩夢老師 你的臉怎麼腫得跟豬一樣了 嘿嘿嘿 誤會 都是誤會 誒 等等 第三點 分享欲 啊 說到主 小野人同學 你一定很喜歡你的小豬吧 我也很喜歡小動物 我在家裡養了很多烏鴉 真的嗎 那我下次可以去你家玩嗎 當然啦 這次遊戲了 責任不如狀任 就今天吧 我帶上森林裡 最好吃的水果分享給你 好啊好啊 那我請你吃烤肉 我家裡準備了好多豬肉呢 我們一起分享吧 我們一起分享吧 分享吧 小野 給我撞飛他 這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啊喂